早晨,歡迎大家回來我Learn with Tom Lee的讀書講故事 之前的故事就是講對馬海戰 今天我將會跟大家講巴拿馬運河 巴拿馬運河在1914年通學 我們看看巴拿馬運河開作的歷史 巴拿馬運河在1914年8月15日 由一手挖泥船叫做安康號 首次是正式穿過了巴拿馬運河 這條運河其實是由一隊美國領導的龐大工程隊伍 經過了差不多十幾年的時間才挖掘出來 當中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困難 亦都有去經過的歷史 中醫是將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大陸橋 什麼叫大陸橋呢? 我們現在看看吧 你會看看地圖 南美洲和北美洲是由這條綠地一路貫穿過去的 而這條綠地由墨西哥這個國家 去到尼迪馬拉 然後去到尼加拉瓜 一路到哥斯特尼加 然後去到巴拿馬 巴拿馬這個位置是整條大陸橋 所謂大陸橋就是把這兩個大陸有一條橋 我們總稱叫做大陸橋 這條大陸橋就由這裏到這裏 是切斷了在東邊的大西洋 以及在西邊的太平洋 將它切斷了 所以如果你是沒有一條混河 沒有一條河通過的話 你怎樣由這一個大西洋 或者太平洋去走過不同的海洋 你一定要繞過去南美洲 即是智利的頂端那裏 是繞過去的 有了條混河之後 就會方便很多了 這裏就是加勒比海 這裏就是墨西哥灣 這裏就是加州灣 這裏就是太平洋 右邊就是大西洋 所以如果有條混河 就可以將太平洋和大西洋貫通 這裏就是巴拿馬混河 所以巴拿馬混河很明顯 將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大陸橋撤斷了 然後將太平洋和大西洋連接在一起 其實早在1513年 即是幾個世紀之前 西班牙一個冒險家 是去到這個地峽 地峽就是這裏 兩個海洋之間的 一條陸地的橋樑 我們稱為一個地峽 因為西班牙的冒險家 通常都在西班牙帝國那裏 走過來這一邊 在加勒比海這一邊 去到這個地峽 就叫這個地峽 我們稱為達連地峽 後來的地峽 改名為巴拿馬地峽 而這個冒險家 是第一個經過這個地峽 看到太平洋的歐洲人 因為他走過這個地峽之後 就會看到 原來是另一個海洋 就是太平洋 當年的西班牙王 查理五世 是把這個地峽 列為西班牙的一個領土 因為那時候是西班牙帝國 西班牙的軍隊是相當之強勁的 在1524年 他就一個西班牙王 查理五世 說這個地峽 是他們自己的西班牙領土 於是 命令人盡量開鑿一條運河 去貫穿這個地峽 把太平洋和大西洋 連接在一起 這個就是西班牙王 查理五世的樣子 這個就是地峽 運河就是由這個地峽 經過這個湖 接著再下這個位置 去到太平洋 上面就是大西洋 南邊就是太平洋 好 我們詳細看看南北美洲的大陸橋 之前我們說的 由墨西哥這個國家 一路下去 這裡是危地馬拉 接著就是西班牙道 這裡是紅都拉斯 這是尼加拉瓜 接著是哥斯達尼加 接著就是巴拿馬 由天然的陸地 將兩個大陸 北美洲和南美洲 兩個大陸 連接在一起 我們就稱之為大陸橋 熱巴拿馬 就是在這個大陸橋 最狹窄的一個地峽 所以為什麼這條運河 就是在這裡建 而不是在墨西哥這裡 因為比較闊的地方 所以我們找一條最狹的地方 建回去出來的 其實就是一五二幾年 十六世紀的時候已經開始 希望可以建築到這條運河 但是一直到十九世紀 至二十世紀初 才可以將這個願望成真 所以早在1876年 拿破崙的疾孫 法國的海軍 他叫做懷斯 就到達了巴拿馬 當然是由加勒比海那邊去到巴拿馬 他就準備了充足的糧食和供應品 就希望開作一條運河 成立了一間公司 而開作運河的計劃就開始了 經過了兩年的測量 是獲得哥倫比亞政府 哥倫比亞政府 就是當時最主要是一個政治的體系 而這個政治的體系 主要的國家就是西班牙 西班牙是領導了那個政府的體系 他叫做哥倫比亞政府 而巴拿馬因為是由哥倫比亞政府控制了 所以巴拿馬是屬於哥倫比亞政府的一個屬地 你可以這樣說 授權這個計劃 沿著美國人建築的巴拿馬鐵路 當時沒有一條運河 就有一條鐵路 那條鐵路是由美國人建的 叫做巴拿馬鐵路 這個法國的軍官 就希望沿著那條鐵路 就建一條水平面的運河 那什麼叫水平面的運河 那什麼叫水平面的運河 那運河是有兩大類的 第一類就是水平面的運河 第二類就是船襲式的運河 待會我會介紹這兩類的運河的分別 當時聲譽卓越的巴拿馬地質學會 去審理這個計劃 看看可不可以通過 而當時的主席就是佛迪南德雷塞 那這個佛迪南德雷塞 正正是懷斯的一個老師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偏幫了這個法國海軍 那也是開鑿蘇爾士運河的一個人 那蘇爾士運河就是在埃及這一邊 那這裡是個非洲 在非洲和亞洲之間 現在中間這條海叫做紅海 之前在這裡如果我們由地中海 要去到下面的印度洋的話 我們是要繞出外面 到非洲的南部 那時候才繞到印度洋 蘇爾士運河就是把這個地中海 和紅海連接在一起 所以我們也可以在地中海 是經過蘇爾士運河 去到這個紅海 然後出到這個亞冰灣 來到這個印度洋的這一邊 這條運河其實還沒建 巴拿馬運河之前已經建好 就由哪一個去負責 正正是由一個叫德雷塞的人去負責 而這個德雷塞就是這個法國海軍 而這個海軍是南波倫的一個侄孫 在1879年 巴黎地質學會召開一個會議 就決定了兩項的事情 第一項的事情 開作的地點是應該在巴拿馬 還是在尼加拉瓜 應該在尼加拉瓜這個位置 開作的運河這樣貫穿去 或者在巴拿馬開作的運河這樣貫穿 就決定了究竟是採取哪個計劃的 而運河的類型 究竟是採取海平面運河 和船襲式運河 就是由這次召開的會議 去決定了這兩項的事情 最終的決定是在巴拿馬開作 一個海平面的運河 貫穿太平洋和大西洋 這兩個海洋之間 其實是有一個水位的分別 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 它的水位差 40厘米 大概是40mm 水位差 其實水位差不是很大的 所以基本上 海平面運河 是有機會可以建得到的 但當然到最後 巴拿馬運河 都是用一個船襲式的運河形式去建 當時唯一在會上反對這個計劃 即是反對這兩項的議案通過的 一個工程師 叫做德納平尼 這個工程師 在當時其實是直直無名的 即是沒有什麼出名的 所以他反對用這個海平面運河的形式 他希望這條運河應該是用一個船襲式的形式的運河 他覺得應該在巴拿馬的查格勒斯河倒塞起來 然後建一個高位的河地下 即是在那裡建一個高位的湖 然後把兩頂設立不同的船襲 令到船可以由一邊的海洋進去那個湖 升高之後去另一邊的海洋 把水位調低 然後通過運河 可惜他的建議是未受到接納的 因為他是直直無名的工程師 所以也是巴拿馬地質學會的主席本身 是拿破崙的宅宣的一個老師 所以一定是不聽他的建議 聽到拿破崙的宅宣的建議 直到在27年之後 他的主張才被美國的工程人員接納 然後起這條船襲式運河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巴拿馬運河和蘇爾士運河 相同和不相同的地方 這兩條運河相同的地方 這兩條運河的工程 在當代來說 已經是一個非常之宏偉 是一個偉大的工程 而巴拿馬運河 是把南北美洲的大陸橋切斷 然後把太平洋和大西洋連接在一起 而蘇爾士運河是把亞洲和非洲切斷 分開了 就是把紅海和地中海連繫在一起 他們不同的地方 其實是蘇爾士運河 是用水平面的運河形式建立的 而巴拿馬運河 是用一個船襲式的運河的方法去建立的 所謂船襲式的運河 船是要經由一邊進入的時候 把水位上升 再上升 再上升 去到一定的水位 一個高位湖那裏 去到這一邊 就把水位下降 再上水位下降 再下降 然後出海洋 這個我們稱為一個船襲式的運河 事實上巴拿馬運河的西側太平洋 巴拿馬運河西面就是太平洋 以及東側的大西洋 西側的太平洋 你可以這樣看 這個是地下 這個就是太平洋 這個就是大西洋 由大西洋去到太平洋 或者太平洋回到大西洋 太平洋的水位高於大西洋的水位 大概是20-50厘米 即是20-50mm 而中間的地下 所通過的路程 大概是65,000米 即是65公里這麼遠 其實65公里這麼遠 水位相差得這麼少 其實是沒什麼問題 應該可以用水平面的運河 即是鑽出這條路 就直接進去 不需要船襲式的 為什麼我們要船襲式的運河 去建立巴拿馬運河 原因就是中間有一個叫做加通湖 這個加通湖 是比起水平面的高度 是高出大概25米 即25個meter 如果我們硬撞穿它的話 如果我們硬撞穿它的話 這個高位湖的水位就會下降 去到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水位 就會下降了25米 令到這個湖的價值是沒有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先要建一些船襲 在這一邊進湖 這裡有一些船襲在這一邊離開湖 就是因為湖面的水位 是比起海面的水位 是高出26米 所以我們要建一些船襲 將船進去 將水位提升 將船去回湖的水位 然後去到另一邊 將船進回另一個船襲 然後將水位下降 去回海洋的水位 就好像下面這個圖 進來的船 首先進入這個閘 將水位上升 再進另一個閘 經過那幾個閘之後 水位上升到加通湖 26米高的水位 接著去到這一邊 我們也將船進入閘 然後降低水位 船進入閘降低水位 但是經過了幾個閘 之後 船進入水位 就是剛剛海平面的水位 然後離開去回大西洋 這是為什麼巴南亞運河 不可以像蘇爾士運河 用水平面的方法連接 因為蘇爾士運河 本身在地中海和洪海之間 那一條地盒 本身是沒有山區 也沒有中間的戶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開作一條運河 貫通它 就不需要用船襲的形式 法國工程師在開作巴南亞運河的時候 是失敗收場的 最少的原因就是 德雷塞在歐洲和美國 進行了大約一年的籌款活動 這個籌款是幫他那間巴南亞運河公司籌款的 直至1881年的2月份 第一批法國工程師到達了巴南亞地下 八年之後 這項工程開始遭受到很多問題打擊 第一就是大洪水 山泥傾瀉 財政的醜聞 那間公司裡非常多的貪污問題 以及熱帶疾病的打擊之下 巴南亞運河公司在那時候宣布破產 而德雷塞遭受到報界和群眾的強烈譴責 結果因為他自己本身是不用公款被裁定有罪 而在1894年 即是十幾年之後 因為年紀老賣而死去 他的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是有兩個 第一他是堅持用海平面運河 去建立巴南亞運河 因為他之前在蘇伊士的時候 他曾經用海平面運河的方法 是建立了蘇伊士運河 但問題是巴拿馬運河和蘇伊士運河 根本不可以相比 不可以相比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蘇伊士運河的地盒 是有三個主要的湖泊 那個大的湖泊 全部都在低瓦地帶 所以如果你開通一些水道進入的湖泊 那個湖泊的水 只是會上升 而不是會下降 因為會上升到水平面 而巴拿馬的地盒 雖然只有四十里那麼寬 就是當你開運河 由海洋到湖泊 只有四十里 但是這數十里包括了一些地質斷層 包括了一些不穩定的岩石層 去組成的 所以如果要開鑿運河 是有困難 也有難度的 所以當我們開鑿運河 如果我們要做到海平面運河的機會 是相當低的 第二就是這個德雷塞是非常固執的 當時他明知道美洲地區是有黃熱病和藥質 黃熱病和藥質通常在一些山區裡面 尤其是熱帶的山區裡面 是非常之多的蚊蟲 而蚊蟲是會傳播這兩種致命的疾病 我們說的是在1890多年至190多年的時間 沒有什麼藥可以治療這些藥質和黃熱病 後面我都會講解黃熱病的成因 為什麼這個德雷塞認為是不會有這麼多蚊蟲 因為他曾經去過巴拿馬這個地下一次 但他去的時候是一個乾燥季節 乾燥季節是沒有什麼蚊蟲 所以他就以為其實都不是太多蚊蟲 所以我們繼續可以在那裡開鑿運河 甚至宣佈巴拿馬是世界上 是衛生環境極佳的一個地方 所以是不需要擔心有疫症的傳播 上個這裡我們說了黃熱病 黃熱病最主要是病情會是怎麼樣呢 是一種急性的疾病病毒去傳染的 而這些病毒通常會引導我們發燒、發冷、食慾不振、 嘔吐和肌肉痛特別是在頭痛方面的 所以病情是相當之嚴重的 而下面這個地圖 或者當時黃熱病是流傳的地方 包括亞洲這一邊 和南美洲、中美洲這一邊 是非常之嚴重的 尤其是巴拿馬那一節 接著我們看看另一種致命的疾病 就是藥疾 藥疾是由一種蚊蟲引起的傳染病 通過蚊去釘咬人 然後在人之間傳播藥疾的菌 這個傳染病可以引導我們發冷、發燒、流感症狀 一般的流感症狀都是這個病的症狀 如果我們不去治療它 藥疾是可以導致患者死亡的 而藥疾襲擊的群組通常是一些兒童 或者容易患病的藥疾的人士 當時很多的工人都是很長時間工作 很多時候身體很虛弱 很容易被藥疾拿命 隔壁這個圖我顯示了藥疾如何在人體裡傷害我們的人體 大家可以想像在1884年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多藥物可以醫治這些病症 當然到了現在這些病症就不容易被人命 死亡率都會較低 但當時死亡率是很高的 在1884年的時候 黃熱病和藥疾已經導致幾千個工人的死亡 工人是大為恐慌 再加上在混河的工程上 機器是比較落後 如果要將機器提高的時候 就需要較高的成本 而混河公司本身內部的人 也是貪污腐敗 很多時候就謀取暴利 將一些錢落了自己的袋 很少提高公司和工人的效率 而去到1898年 就是15年之後 公司的董事會 是希望可以將這間公司 全部的財產賣給美國政府 而當時的美國政府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因為美國政府當時也要建立自己的國家的經濟 也沒有什麼興趣去買這條巴拿馬運河的經營權和開作權 甚至乎在美國其中一間公司 就是美國鐵路公司 他認為如果這條運河建好之後 可能會影響巴拿馬鐵路公司的生意 所以是積極阻止美國政府 也都遊說美國政府 是不要買這條運河的經營權和開作權 但是後來為什麼美國政府 又會買了這個巴拿馬運河的開作權呢? 最主要原因是在1898年的3月 美國和西班牙 即是科倫比亞政府 也爆發了一場戰爭 在加勒比海爆發了一場戰爭 美國就派遣他的戰艦 江浩是由舊金山 舊金山就是美國的三藩市 即是這個位置 出發去加勒比海這個位置 和西班牙打了一場仗 那個我們叫做美國和西班牙戰爭 而他要去這個位置的時候 他的戰艦是要由下面走到下面 即是兜過南美洲的頂端 才可以去到加勒比海 支援自己的軍隊 當時的東岸是沒有戰艦在 他又要派一隊戰艦 是在西岸那邊去的 在西岸那邊去到這個位置 未有運河之前 他經由海路是相當浪費時間 所謂由舊金山出發去到加勒比海去增援 航行了68天 下面下面的鬥圈 航行了68天 13000里 繞過了智利的哈恩國 智利的哈恩國 就是下面的頂端 智利是一條很長的國家 這是智利 才可以去到加勒比海這一邊 當他去到的時候 那個戰士已經是近尾聲了 因為浪費了68天 差不多兩個多月的時間才去到 這件事是令到美國政府 深知到巴拿馬運河的重要性 如果當時他可以在這裡過的話 他在加勒比海的戰爭 可能就會更加容易 所以他就買了巴拿馬運河公司 我們明白到美西戰爭 即美國和西班牙的戰爭 又稱為西美戰爭 英語裡面有兩個字眼 在1898年 美國為了爭取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 當然是加勒比海這裡 這裡就是現在的古巴這個位置 要爭取殖民地的控制權 所以才爆發了這場戰爭 當然在這場戰爭裡面 美國政府是不利的 哥倫比亞政府是較為有利的 自此之後 美國政府就決定買了巴拿馬運河的經營權 和開創權 開始開創它的運河 其實在1902年6月通過一條法案 就是施普納法案 授權努羅斯福總統 是以4000萬美元 就扣入法國人的全部財產 這些財產大部分是包括巴拿馬鐵路的財產 美國和哥倫比亞政府訂立了一條條約 令到美國是可以享有建造運河 和陸里區的運河區為期100年的專利 交換的條件就是給哥倫比亞政府 1000萬美元的黃金 和每年20萬美元的租金 當是租巴拿馬運河的稅 在1903年3月的時候 美國參議院正式批准這項交易 但哥倫比亞參議院覺得這項交易是沒什麼好處 所以在1903年6月推翻了條約 下面這位人士就是魯羅斯福總統 而巴拿馬當時有很多人 都希望可以脫離哥倫比亞政府獨立 因為他們覺得這只是唯一方法可以保障運河的經濟收益 所以在1903年11月3日 巴拿馬有很多人起來叛變 發動了一場革命 而美國政府當時暗中支援叛變者 事發前一天一艘美國軍艦去到科隆港 科隆港就是下面這個地圖 這個位置紅色這部分 就是科隆港在加勒比海那一邊 巴拿馬運河入口的位置登陸 港就為了美國人的權益 因為當內如果爆發叛變的時候 我要派軍艦去維護我自己的利益 目的其實是想阻擋哥倫比亞軍去到示威區阻止革命 示威區最主要在巴拿馬市 在運河的另一端 三天之後 美國政府正式承認了巴拿馬共和國 就是正式承認了巴拿馬可以獨立 直到1904年 通過一條海濱諾維里拉條約 巴拿馬把地合十里寬的運河區 永遠給美國有專營權 換取一千萬美元付款和每一年二十萬美元的租金 直到1904年夏天 運河公司接納了美國付出的四千萬美元 從此刻開始 美國正式擁有巴拿馬運河的開作權 第一批工程人員就開始到達巴拿馬地合工作 美國人雖然在法國人手中是承繼了一把寶官的財產 一間大的公司 但是說就是這樣說 但是工程開始的時候 仍然是困難重重的 因為當時巴拿馬的運河公司 是由一個叫抑克上將出任主席的 而這個機構在當時來說 其實是一個龐大而散漫的軍事機構 其實不是一個私人機構 總部是設在華盛頓的 而委員會對國內的政治壓力 是比起對建築運河的壓力更加關心 即是他不關心開不開到運河 而巴拿馬民眾開始對這個散漫的公司 是非常之不滿的 因為整天所有工程都無緣無故擱置了 慢了 而抑克上將在未有充分的準備之下 就開始動工幾乎立即造成混亂 所謂未有充分的準備的原因 就是他完全不了解到在這條運河區裡 究竟有多少疫症 有什麼岩石層等等 是完全不了解 很心急地開作運河 當時挖掘的工具是十分古老落午 挖掘的工具是非常簡單的 挖出來的泥石和沙漆很多 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而工人的宿舍是很狹窄 衛生情況非常欠佳 沒有說糧食 甚至食水和醫療設備都是很短缺的 更為嚴重的是 向華盛頓總部申請的基本糧食供應 那些公文 即是那些文書 都被華盛頓當局擱置了 就算是幾個星期幾個星期都沒有人去理 因為當時華盛頓掛置於國內的政治原因 就很少理會到巴拿馬運河這間公司 在這個情況之下 負責衛生工作的首長高加斯上教 是脫穎而出 因為高加斯上教 是根據他在哈雅那這個地方服務的經驗 是證實了他怎樣去處理那個黃熱病 因為他知道黃熱病和藥疾的病症可以怎樣處理 其實早在八個人建築運河期間 大概有二萬人喪生於黃熱病和藥疾 在1904年12月高加斯最擔心的事情 終於出現了 就是黃熱病突然間蔓延 工人惶惶不可終日 因為黃熱病的死亡率是相當大 中招的機率也是相當大 所以很多工人都很害怕 而大部分工人都寧願不做是回國的 去到1905年的春天工程差不多了 是完全癱瘓了 因為沒有工人 工人剩下很少 所以為了要對付這個疫症 所以就形成了一個所謂的疫症之戰 對付一隻蚊 那隻蚊就叫做埃及克蚊 因為美國的軍醫高加斯 其實在1898年曾任哈雅那黃熱病 受害營地的一個主管 他就研究了另外一位醫生 就是巴西的醫生叫做芬妮 這個芬妮的醫生在黃熱病的傳播 主因其實是由一隻蚊 那隻蚊叫做埃及黑巴蚊 下面這一隻埃及黑巴蚊 去傳播黃熱病 所以高加斯就計劃 首先就停了工程 首先是把這些積水排去 把家庭用的水消毒 房屋加上蚊王 並且在蚊蟲滋生的地方 放上一層火油 去滅絕黑巴蚊的幼蟲 結果黃熱病在哈雅那地區 是完全絕跡的 1904年高加斯調到巴拿馬 用同樣的方法去滅蚊 而1906年黃熱病 已經在巴拿馬這個地區 運河區消失了 運用類似這個方法 可以殲滅藥疾蚊 藥疾蚊都可以大概殲滅 結果在收足運河的工程上 染上藥疾的百分率 以及染上黃熱病的百分率 是由1906年的82% 是降到1912年的11% 工人才有信心 回來開工 這隻是哈雅那 而這隻是幼蟲 最主要是哈雅那 就是在古巴這個位置 曾經有嚴重的黃熱病傳播 而當時去處理黃熱病的 就是高加斯這位人士 運河工程的問題 令到魯羅斯福總統 在群眾的壓力下 就解散了原有的運河公司委員會 再設立一個較為有彈性的民人組織 因為原本是由軍人組織 現在就變成民人組織 就作出一個重要的決定 決定是委派了岩島鐵路的副總裁 這個副總裁叫做史提文斯 為總工程師 而史提文斯深知前任工程師犯了錯誤 立即懲止一切建造運河的工程 首先要解決蚊 決心先鞏固基礎 然後按部就班進行挖掘工程 授權高加斯全權處理博滅疾病 在1906年高加斯已經把黃熱病 在該地區完全殲滅 接著就是殲滅藥疾病 剛才我們說過是由1912年 這些染病的人數 至今是跌到11% 之前在1906年 染病的人數是可以高達82% 而通常染病大部分都會死 因為當時是沒有藥物可以醫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運河的區域是經過這些地區 最主要是下蚊蟲為患的地區 就在下面這裡 這個地區有很多蚊蟲 而挖掘工人的人數因此而上升 因為染病的機會少 當時沒什麼工作 工人可以回到這裡做事 工人的房子設備完善了 有沙網被蚊 有充足糧食 有充足補給品 另外一個成功的原因 就是挖掘了出來的石塊和泥土 之前的委員會是沒有處理到的 但現在由文人去管理的巴拿馬公司 就利用了巴拿馬鐵路去運走這些淤泥 史提文斯建立了一個比較現代化的鐵路系統 開多些鐵路支線 把全長47里的鐵路 在礦闊為為雙軌鐵路 之前是單軌鐵路 運走淤泥和運機器下來 較為方便 所以上下運行是補給品、機器、糧食 最重要是運走沙泥和石塊 建立了一個四通八達的鐵路網 史提文斯也由美國去招募一些豐富鐵路經驗的 就是工人去到巴拿馬鐵路公司 令到鐵路暢通無阻 運河工船在地下的南端 即是太平洋這個位置 開了一條通道通過巴拿馬灣 其中一個位置叫做Mila Forest Lock 和另一個Lock 建立了兩條較小的船閘 因為在這個位置和這個位置做了一個船閘 這個船閘就是集了水 將水位提高 因為提高和這個湖是不相同的 這兩個船閘是在1913年底已經完工的 運河區的工程雖然遇到很大的困難 但工人都是不停地開鎖一條水道 工人要在分水嶺上的馬鞍營山峽 稱之為一個蓋拉德路站 是開通一條水道 多條河流是必須要改道的 當時也將這些河流改道 令到它沒有走到水閘的位置 其中最困難的地方 都是一條分水嶺 用不同的岩石地質 這是開鎖混河的最大困難 就是岩石地質 亦有火山岩的位置經過 所以他們要很小心開鎖 有些石塊比較硬 有些石塊比較鬆軟 很危險 所以經常發生山崩 最困難就是在這個地區這個位置 開鎖水閘 因為經過一些三間 高水偉橋 開鎖混河的工程十分沉重 每天那些工人 每天都會多達6000個工人 要下降到路站下面工作 而路站下面的溫度 可以高達120度 令到工作非常辛苦 雖然而此 工作的進度 都會令到世人驚訝 由1908年到1913年 五年期間 雖然受到很多次的延遲 亦都在1913年受到嚴重的山崩傾石 當大家清理了這些泥石 仍然可以依其完成任何 移走的泥土和石塊 大概有1億5000萬立方米 當然全靠就是一條四通八達的鐵路系統 到達了1913年中 庫雷布拉路站南端一個防波堤爆開了 防波堤在水平面上85呎 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水分別由兩端湧入 即是開通了運河 翌年即是第二年 安可豪首次穿越了運河 由荔蒙灣 荔蒙灣上面這個位置 去到下面的巴拿馬灣 用了的船程大概是10小時 自此之後每年多達50萬艘的郵輪通過這條運河 這條運河的建成是應用科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由18世紀的工業革命以來 歐洲和美洲的工程計劃越來越龐大 但沒有一項工程比得上巴拿馬運河工程 當然我們說的是20世紀的時候 動用眾多的人才和工人的齊心合力 完成了一項和平的工程 20世紀的科技一直受到這項工程的影響 到了現在這個時候 巴拿馬運河 依然是歷史上一個偉大的工程結作 在1913年10月10日 威爾遜總統在華盛頓通知工程師 因此爆開金寶雅水壩 接著就是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水橋正式通行 巴拿馬運河正式運作 巴拿馬運河是廢時大概十年之久 其實是多過的 因為之前法國人也有做過一段很短的時間 號知了大概3億8千7百萬美元 去建造這條運河 小型的船隻通過運河的時候是不需要幫助 而大型的船隻通過運河的時候 是由一部機器幫他們手的 這些船我們稱為一個電動路子 這個運河就正式通過了 這個就是運河的圖 這個是船是進水閘 水就是升高或者降低 這個是船進水閘的位置 這些就是當我們在運河的時候 是爆破工程 爆錯了這條題之後 就正式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水衝進來 故事就講到這裏 我也有個結論 通常我講完故事 我自己有自己的結論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結論 聽完我講故事之後 雖然對於人類來説 巴拿馬運河一項偉大的工程 非常偉大 很值得自己讚自己 但巴拿馬運河 其實是把南北美洲的大陸橋一分為二 因為在中間撤開了 在生態學上其實的影響是非常之大 如果動物遷復的時候 其實那條河是左軌著它 不能遷復的 那條水道切斷了南北兩岸 所以生態動物的來往 例如南璽或北璽的時候 是受到這條水道的影響 因為人類很不喜歡 有野生動物衝過來 沒理由特地整條橋 所以生態很受影響 我們每年這些動物的龐大的 遷復的路徑 是受到這條運河的阻隔 影響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我很希望人類將來 有任何工程的發展的時候 除了要證明自己有多偉大之外 也都要留意這些工程 對生態上有多大的影響 對環保會不會造成一個 不可以挽回的惡果 我們一定要取得這個平衡 這一個就是現代人類 當我們說自己有多偉大的時候 我們的工程有多浩瀚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考慮 其實我們生存在這個地球上 其實有其他動物 應該有權保留他們自己的生態環境 這個我講回我們現在的香港 就是將來會不會起這個明日大嶼 當明日大嶼起的時候 我們有的經濟利益 和我們破壞了這個環境 究竟哪一件事才是重要呢 就要值得我們香港人 或者中國人去考慮 OK, if you think this video is good and can help you please subscribe and give like so you press the button at the lower right corner to subscribe and give like to me and remember when I have a new video you better click the bell sharp and see the new video Thank you Finally, muchas gracias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my tutorial videos and if you need a private tutor for you to get a better mark or better score in your DSC examination in Hong Kong the SAT examination adjust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for you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y please contact me at 清湯929 at yao.com.hk and the whatsapp of my telephone number is plus 1 852 6592 8609 好,多謝大家收聽我這個video 如果你是希望你的 mathematics 和你的英文是更加好的話 你想要一個private tutor 你可以隨時contact我的 令到你的DSC exam 或者你想考SAT 你也可以contact我 因為我都有一些私人的補習 在這兩方面 多謝大家 Thank you 拜拜 Muchas gracias